成军十年的飙舞剧场 过去最大的特色是全男子舞团 不过在五月新作《装死》当中 邀请了两位女舞者加入演出 艺术总监陈武康说 这让他的舞蹈创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距离五月首演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最近他们密集排练中 陈武康不但跟我们畅谈创作理念 我们也观察到他和团长苏维嘉 合作多年的绝佳默契 还有他们对于每一个动作和细节的坚持 标舞剧场最新作品《装死》的排练现场 艺术总监陈武康和团长苏维嘉 正经罗密鼓地进行排练 因为距离五月的正式演出 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陈武康和苏维嘉 一个艺术总监 一个团长 合作多年的两人 默契不只是展现在舞座里 也直接反映在媒体采访的镜头前 我每次在排独舞的时候 我都会很喜欢挑战舞者 那因为我们两个合作很久 其实这次也很困难 不知道挑战他什么 他自己身体有很多限制 像 像柔软度的 他就是很不柔软 所以 你是白痴喔 言归正传 陈武康说 每一次的舞座其实都可以看到 他给舞者的不同挑战 因为我们跳了 我们合作很久啊 跳了很久 我就会继续想要挑战他 身体里面还有什么样 非常值得挑战的部分 像这次我就发现是协调性 所以在他的舞里面 非常难协调的一些组合 这样 对 往后弹 踹 对啦 然后踩住 每一个动作细细拆解 调整 再修正 跟着陈武康 整整两个小时的奔跑 跪趴等大动作不停重复 身上的衣服也早已湿透 他是陈昊 陈武康口中的数学家 大学念的是数学 研究所时才转念舞蹈 对他而言 这一次的演出 最大的难度就在于 芭蕾舞的基调 看起来都不是芭蕾舞 但他本质上都是芭蕾舞 对 所以对我很晚才开始学舞 然后芭蕾舞又是一个 很需要从小才能够建立 那种基本的激励跟协调的东西 在这方面来讲 确实是比较困难去找他的协调 舞者群聚集 卖力秀着逝者身上的气味 在庄死里陈武康要说的 其实是轮回 我现在的想象是说 那个味道其实就是死者 曾经对那些活着的人 做的一些对不起他们的事 有点像 那有点像是死者的罪恶感 然后就飘了出来 因为你已经找不到那个寨主了 因为他带着这些罪恶感 到了下一辈子去 因为我相信轮回 过去一直主打全男子团 这一次演出打破惯例 邀请女舞者参与演出 这一次的工作上 也发现了很多的不同 就是力量上的不同 天生力量上的不同 还有天生女生轻巧 然后细腻的一些优势 然后是就会诱发我在 创作过程给动作的时候 然后也会转化成那个样子 魁为四年推出新作《装死》 还将首度登上 国家戏剧院的大舞台 陈武康决定为自己的创作 注入更多的可能